民宅內飄出白煙 鄰居高喊 裡面還有人 但怎麼喊都沒回應 就怕住戶是被農煙嗆昏 消防隊等里長 警察到場 利用撬棒 鐵錘要破壞大門 悄悄打打大約五分鐘後 終於第一道門打開了 不過對比另一邊 也是台中市消防分隊要破門救人 大約只花十秒 這白鐵門就被打開了 原來這破壞鐵門的設備 也有進化板 新型電動破壞器 重量是2.4公斤 推程30公分 而它最大稱鼎力達7.2噸 不過這一組價格超過40萬元 目前台中只有少數幾個消防分隊 獲得捐贈才有這套設備 門大概是助理鋼木門 除了鋼製的防火門以外 還有表面有貼助理板 助理板是石心的 可能8到10米的石心 配備多段的鎖栓 實在是民宅的防盜防火門 越蓋越堅固 亦有突發意外 消防隊破門強救 卻不再是一翹就能解鎖 這扇門6道鎖 敲敲打打10分鐘 體力快耗盡 還沒打開 那我們後續就使用那個電動的 HOMATRA的破門器 大概10秒鐘左右 就成功打開了 還有要解這種天地鎖 也要累積解鎖的實戰經驗 台中市消防局第三大隊找來 20年造門廠商經驗分享 還提供防火防盜門 讓警消練習 同仁會比較少有一些實際破門的經驗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這一次訓練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實際破門的一個操作跟體驗 但這被稱為開門神器的電動破壞器 只有零星幾個消防分隊才有 一旦遇到意外 還是得靠消防員這平常受訓累積的經驗 抓準失利點 破門救人 TVBS新聞陳其軍鴻彩輪台中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